很多人廚房都喜歡做中島 只能說是後悔之一 第一次會壓迫我們空間的大小跟範圍 整個面積看起來多好比我們做中島會比較適合 因為其實大理石的材料 其實它最棒的就是它天然 那天然的代價 就後面會有一些要注意的 看我們說大家要小心使用 髒了就馬上擦 那整個宴會的過程他就覺得就很拘謹 我怕講出來會被人家罵 因為現在哪一個案子沒有隱藏人 所以有些人不一定真的喜歡隱藏人 廁所有晦氣 所以做一個隱藏人是為了阻隔他的晦氣 客廳跟餐廳比例要1比3 1比3 客廳暗一點 餐廳亮一點 一兩歲的時候都在客廳 就說我家的客廳好暗 一直煮了一個被唸的狀態 沒有砍燈全部都是線形燈 然後我當初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選擇的是可調光式的 它打出來的光很柔和 而且因為它的流明度夠高 所以你其實不會覺得說你晚上是暗的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 很高興這一次我們再次邀請到我們兩位設計師 那這兩位設計師在業界職業很多年 我也看過他們兩位的作品 做的水準相當的高 來兩位跟大家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Ean 大家好 我是Kristine 我想這一次設計師兩位既然來到現場 可不可以就你們的立場 來告訴我們線上的夥伴 這一集要提到 最後悔的三件事 你們可以再提一下 可能你看到一般人沒看到的 最後悔三件事 因為畢竟你們在業界這麼多年 做了很多案子 有些案子屋主可能開始給你反應 甚至我知道 像兩位也是前幾年都才剛裝修嘛 那你們自己家有遇到什麼問題 我覺得從你自己切身之痛 也可以直接提出來 我想這個是最直接 而且在專業的角度提出來 我覺得給民眾是一個很好的 學習的一個榜樣 你的悲慘是別人的學習榜樣 也聽起來乖乖的 首先我想問一下Ean 第一個你竟然提到傳統木柏葉 現在很少人裝傳統木柏葉了吧 對現在真的非常少 那這個為什麼會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大家過去慘痛的經驗 譬如說你是大面的落地窗也好 或是說你單面大窗也好 那傳統啊 過去八九年前的裝修應該都還有 這個東西還存在 現在可能也還有 但是越來越少人用 百葉窗啊它有三條繩 當你這樣放下來的時候 但是你要把它收上去的時候 你需要把三條繩 然後還要斜拉 然後再拉 男生可能還好 但是太太來說就真的很吃力 那拉不好的時候還會傾斜 我可以問一件事嗎 你有來過我家嗎 還沒啦沒去過五個家 你剛剛講的所有一切正是我家裡發生的事情 不過我先講這不是我設計師問題 因為窗簾是我自己找廠商做的 那個時候也為了方便形式跟便宜一樣 我跟你講我太太真的拉不太動 真的是像你講完全一模一樣 一方面會有可能會歪 第二個是我們不是往上拉 拉到一半我們要固定要寫一下Lock 現在Lock都壞掉了 太久了 太久了太重了 像剛剛Yan講的太重了 這個真的是過渡期的產品 所以現在窗簾廠商他們也做很大幅度的改良 他們把它單循環式的拉繩 那就會大大減少掉這個女生沒有辦法去拉這個問題 為什麼單循環式會比較輕 我現在看人家的拉的那個百葉 其實真的蠻輕的 因為它改變了裡面的齒輪的結構的構造 然後當其實你把它拉到最上面的時候 你要放下來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後端的拉繩 其實只要一張 它還自己放下來 所以現在的木百葉其實重量也差不多 而且你還可以加寬板 以前矽板就很重了 所以進化的事實上是那個 機構 那個圓珠滾輪已經進化了 其實還有材質 因為它變成不一樣的材質 變得更輕 木百葉還是木百葉還是說木百葉變得比較輕 它有幾個材 它有科技木 科技木是 就其實 防木材 沒錯 它裡面其實是發泡材 然後只是表面硬刷 那很輕喔 很輕很輕 那它有混合木 就是科技木混合石木 那也有當然如果還是你要有傳統觸感啊 這種藍色的這種 護木油這種 還是有 但是它裡面的結構會再加強 所以拉起來還是輕鬆的 現在是不是還有鋁做的 鋁的啊 皮革的 皮革的 都有 鋁的其實早期我們在學校 我們在念書時代它就存在 只是現在鋁的它也把結構變強 比較不會因為彎曲啊 風吹了 對變形 而且輕啊 剛性輕量化 它也可以做得像木材的那個表層 那我問一下 是不是現在的 我之前開箱也看過 現在的這種比較大的 不管是什麼窗簾 木簾也好 或像你剛剛講的 其他的現在科技木 是不是現在有電動的 而且價錢好像聽說不貴 從入門款的1萬多 2萬多到比較知名品牌 到3萬多的這個電動馬達 而且它可以跟我們的智能系統去做連動 手機搞不好就可以 剛剛我們燕設計師講的那個價錢 是馬達價錢 不是窗簾 對馬達 所以窗簾是窗簾 馬達從1萬多塊到3萬多塊 3萬多塊應該是很高端的 台積電現在指名 台積電 對對對 指名用那個品牌 好那我想應該是進口吧 進口 那至於我們的Christine Christine的最後回的三件事 你第一個提到廚房做中導 會是最後回的 為什麼廚房做中導會是最後回的 很多人廚房都喜歡做中導 沒錯但是不能說是最後回 只能說是後悔之一 第一是會壓迫我們的空間的大小跟範圍 那再來就是走到東線會被卡住 如果是做一個摸字型的類型 那你就等於是你要繞過這一個 中導你才能去到另外一邊 如果又加上有銜接餐桌的話 那個動線就是非常的麻煩 其實做中導 我認為是每個家庭主婦都喜歡做中導 不瞞你說我家裡也有做中導 那因為我家空間還可以 所以我覺得中導 基本上對我家沒有造成空間的問題 可是因為現在的坪數 尤其台北 室內坪數很少超過20 最近的新房子 那十幾坪的空間 又硬要做中導 我怕真的就像你講的 那個其實做起來 整個空間一進門就是一個中導 就是被切割啊 空間被切割啊 所以其實小坪數你是不贊成做中導 對不贊成 有沒有建議說大概室內幾坪 因為現在是基本上都是開放廚房 那開放廚房有沒有建議說大概多少坪 整個面積看起來多少坪 我們做中導會比較適合 應該是看公共空間啊 餐廳客廳跟廚房這三個關係 在大概15坪左右 尤其是做中導是蠻理想的 但是如果小於這個坪數的話 不太建議 就得中導跟餐桌折衣 對我忘了還有餐桌 對還有餐桌就是折衣 那個燕妮的案子 如果現在做那種比較小 十幾坪的 你會幫人家做中導嗎 確實 所以剛剛Pstina有提到就是 這個中導是每個女主人夢想 所以我們最近也陸續他們在交屋啊 都這種十幾二十的房子 那其實坪數真的不到 你講的這樣也要有十幾坪的空間 那怎麼辦呢 如果它硬要 我們現在我們就做一個彈性的中導 就是在中導下面加輪子 把它做一個地插在下面 那到定位的時候再給它插頭 中導做輪子那不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移去旁邊 那個中導像這種十五坪十六坪的 這種開放式客餐 這種就屬於真的是大的 你那個中導給它做大概多大 應該也不可能太大 你說小的嗎 小的大概你可以升我們一樣做六十就好 那當然寬可能可以到一百 或到一百二之間 你意思就是說活動式的中導 對 但是會不會往後久了之後 它可能就會變成使用率下降 因為它要推來推去 它有一個固定的位置 就是它中導好了之後 我餐桌還是靠上 然後我側邊還是有讓它插頭 可以在這邊用電腦啊 或者說煮火鍋可以用 那如果他們真的 比如說今天的人啊 朋友來的人多了 那中導會卡住嗎 我變成我只能做四個或六個 那我可能就會把中導移去旁邊 然後這個餐桌就變成伸縮座 因應現在的小房子小宅的趨勢 不得不有點變通 就算要做中導也是多功能性的啦 搞不好不能只是單純一個中導 9年來中導幾乎都沒用到 還是有它的用處 因為我家空間是夠大 如果再回歸 我現在如果家裡做15坪 我可能考慮我不會做中導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就像Christine這樣 餐桌也要有啊 對 不然你就做餐桌長一點 對啊 剛剛那個燕講的餐桌它是可以伸縮的 伸縮 對於小評書來講這種 今天有六個人 我們左右拉開三個三個 甚至八個人左右三三 這都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像這種餐桌 其實外面賣很多了 對也是因應小宅的趨勢 對 所以廚房做中導不能說是最後回 而是你要三思而後行 沒錯 要看房型 OK 好 那第二個部分我看到燕有提到第二個 最後悔的大理石的餐桌 以及浴室的檯面 浴室檯面跟餐桌 盡量不要用大理石 你對著鏡頭 跟大理石廠商講一下 盡量啦 當然不是要說要擋人才入 而是說我們過往的經驗來說 因為其實大理石的材料啊 其實它最棒的就是它天然 那天然的代價齁 就後面會有一些要注意的 那我舉個案例的故事 就是我們之前有在幫一個業主裝修 它家也算蠻大的 大概八九十坪的這種大宅 所以他們當初啊 我們就陪他們去選了一個圓的 大家可以容納大概十人的這種 大理石的餐桌 挑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很漂亮 很漂亮 女屋主就覺得就是要這一塊 我還記得是那個卡拉卡塔吧 大概將近快三十萬 對 那買的時候很開心 滿高價的 整個裝修完他們很開心 然後後來也邀請了一些他們的好朋友來家裡 辦Party這樣子 那後來有一次啊 快過年前啊 那男屋主啊就是 他們家好像有兩樣東西 我們幫他去做一些調整 都弄好了 然後約我去他們的那個 交椅廳那邊稍微聊一聊天 他說其實這次裝修 他們覺得他們都很滿意 但他覺得有一樣東西啊 讓他覺得 使用上一隻覺得卡卡的 而且感覺也不是很好 我說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很緊張這樣 他說就是我們那時候去挑的那個大理石桌 我先問一下等一下 那個大理石是你幫他代購的 我們一起去挑的 去那個進口家居那邊挑的 那其實也看了很多牌子啦 幾個大的都看過 他們就情有獨鍾那個大理石的紋理 過程是這樣 他說那次宴請他的一些好朋友來啊 也都是一些大老闆這樣 他比如說大家要小心使用喔 他們的傭人啊 也說這個要小心喔 髒了就馬上擦 那整個宴會的過程 他覺得就很拘謹 他們那些來的朋友啊 也都是有頭有點大人物 然後卻在這個餐桌上啊 就吃飯突然變得很小心翼翼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整個都不錯 但是就在這個大理石的餐桌上 讓他覺得有一點小可惜 對那其實再來就是 像很多的我們常去一些飯店啊 或是說有些住家 我們早期也都幫人家那個浴櫃 都用大理石來做啊 哇然後都很漂亮很漂亮 但之後就跟我們的一些清潔用品啊 牙刷牙膏啊肥皂啊 產生了一些化學變化嘛 就是你會有一些白花現象 造垢 對造垢之後就 會整個就質感就降低了這樣 大理石這個東西喔 他是真的漂亮 而且天然的東西 價錢不便宜 問題是在他有天然的毛細孔 說比較直白的啦 你女巫主是真的 因為30萬可能不便宜 其實你如果紅酒倒到那個上面 我們看到的時候沒多久 在短時間內把它處理掉都沒事啊 那當然是因為長久下來 可能沒注意到幾個小時 甚至第二天發現的時候可能就來不及了 大理石就有這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用一般常見的水垢去做清潔 如果你不知道那個是大理石 你噴下去的話也會產生白花現象 你說會有點腐蝕的概念 所以其實很難顧 你這樣一講 我家的那個中島是大理石 因為大理石上面 我有放一些東西 瓶瓶罐罐的東西 放很久了 放兩年三年 然後我有一個墊子 墊在大理石上保護 然後瓶瓶罐罐那些放在上面 上個月我們把它清掉了 清掉了我們把那個墊子拿開來 拿開來之後 我跟你講那個痕跡 那個清不掉 是染色嗎 不是耶 不一樣的落差耶 這跟油漆也有關係 油漆為怎樣 就是牆移開就會有深淺色 因為一個是長期接受空氣 紫外線也好 另外一個是我們覆蓋了好幾年 打開來看 我以為那個墊子會染色 沒有是兩邊的顏色 蓋著的跟長期曝光 在空氣下的顏色完全不一樣 氧化 對所以我覺得大理石說實在漂亮 高檔 但是保養上真的 我覺得是一個 不能說大問題啦 因為我們講大問題 大理石廠商等一下打電話來 是說你要更小心更仔細 那有沒有什麼取代的方案 也不錯也漂亮 硬度啊 或者是說它的密度更高 最近我們在使用的就是 石英石這個材料 石英石嘛 那石英石它的那個模式硬度又到7 像我們的指甲大概2到3 可能以菜刀來講 一般的菜刀大概到4到5的硬度 所以石英石硬度可以到6到7 所以相當相當硬 那石英石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它抗刮 所以它因為硬嘛 所以抗刮 耐磨又不太吃色 幾乎快不太吃色 因為它的毛細孔幾乎已經快要沒有了 對 價錢相對是比較低的 大理石比起來價格或落差會多少 如果就是從 材料取得到整個加工 到整個做好 大概有大概落差到50% 大理石也有便宜的跟貴的 對 我想那個石英石應該也有低價跟非常高價 價錢也差一兩倍也有 產地也有差 產地也有差 花色也有差 所以你個人覺得說用石英石相對的來講會比較便利 對於你要在日常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日常 就是你不會特別 比如說紅酒打翻來咖啡打翻了 不會那麼的心痛啊 會很小心翼翼的來使用這樣子 吃火鍋大家的醬油啊什麼桌上都是這樣 輕輕一擦就乾淨了 我家用的是某一種的石英石 比較之前以前有一個台灣有一個牌子 比較貴的牌子 因為我八九年前裝修 我有測試過在我的角落我滴醬油 你猜我多久會把它擦掉還是沒有痕跡 一個月 一個禮拜 我不敢一個月 因為網路上講說它也會吃 只是因為它密度很高 不太吃 那我測試在角落測試一個禮拜 擦也很好擦 是在石英石嗎 還是 塞力石 因為我不講你把它講出來 就是塞力石 我用的是那種火層炎的那種特殊的 一公分兩百多塊 不過我認為 我認為一個月應該也擦得掉 因為它的密度真的很密 所以我認為 等你的測試 如果是一般的人造石我就不敢講 人造石沒辦法 應該就吃力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材料我可以就是 給一個建議就是龐貝石 龐貝石跟石英石有點像 就是它的硬度也很高 然後它也很密 所以它也不容易受傷 然後不容易刺色 你講的龐貝石 或我們講的賽利石 或者現在很多什麼石 其實它都是應該是石英石的一種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可能需要問一下就是專業的廠商 那另外一個是他們用那個 陶板磚 好多人在用 對 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對啊 陶板磚其實不錯 因為它的厚度其實也不錯 不厚 然後它的紋路好像大理石 對 很漂亮 我問一下這個陶板磚的價格 你們知道嗎 跟石英石比起來 它有分尺寸 產地也有關係 產地也有關係 密度也高啊 因為它就是磁磚的工法 燒字啊 所以你這樣意思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取代大理石 可是有一個東西不能取代大理石 因為大理石是天然的 所以大理石呢 還坐在電視牆 絕對是很棒的 坐在立面 但要加一句話 如果有錢的話 如果說我們線上的夥伴 真的很喜歡大理石 餐桌要用大理石 或者浴室的檯面 真的要用 你就自己在平常在清潔上 用完餐桌或浴室用完之後 其實拿一張兩張衛生 現場馬上把它擦掉 我覺得保養膳應該也是還OK啦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不對 你要講對啊 不然大理石廠稍微找你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叫美容 對 叫美容 再來進化一次啊 沒錯沒錯 美容進化是 我覺得是小事 你用得起大理石 那個美容進化小事 可是你知道會有什麼問題嗎 PPM 雖然它有一個那個集塵袋 它現在那個會吸 但是你知道在磨的時候 雖然吸 但是還是有百分之幾的粉塵 會跑出來 那個粉塵吸 對整個環境的整潔 還有空氣 我覺得是很不好 我個人不是很建議啦 再去磨啊這個東西 去打磨 好 我覺得這個大理石 也是不能說最後悔 但是如果你要用 要有心理準備 那至於我們看Christine 您提到還有一個部分 上線式的床頭櫃 或者邊櫃 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因為有其他家具限制 導致那個櫃子 它必須是使用上線式的開啟方式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取物 那這樣子的櫃體呢 它其實 第一便利性不好 第二會比較深 然後再來就是它上方都不能放置物品 所以變成其實在使用上 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我懂你意思 因為我家的床頭櫃是這樣子 沒錯 我們上面有放東西 但放的很少 因為說實在那個床頭櫃 其實很重 太深了 我家是木座 第一個深第二個很重 那放裡面的東西 應該我想大家都一樣 放什麼 就是夏天我們放冬天的棉被 幾乎一年只會用到一次的東西 要放在裡面 其實的確 你說好不好用 我認為啦 我在我的角度認為 它不是很好用 可是 如果你家的收納空間小的話 它好像也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因為現代人如果空間小 你不用這個空間 可能設計師就要傷腦筋去思考 它冬天棉被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它的冬天棉被比較好放 衣櫃的上面 那就是碟櫃 那它要怎麼上去 佔 A字T A字T 年紀大 或者是其他的收納物的話 其實可以用那種升降式的櫃體 就比較好取物 如果不是單純放棉被 而是其他的物件的話 比較輕的東西 對可以 有那種五金是不是 對對對 用升降式的 然後用吊櫃的方式去收納 那種五金 你講的類似 是不是我們廚房的那種 抽拉下來 對對對 可是它並沒有限制 你要放什麼東西 所以不一定要坐在廚房 如果你要坐在其他的空間 也是可以的 了解 因為現在高齡化的社會 所以有時候我們以前 早期喜歡把櫃子往上放 對 我覺得現在高齡化社會 這種東西我覺得會有 安全上的疑慮 能夠不往高就不往高 OK 不過我覺得床頭櫃的確 如果說空間可以 這一次如果能夠幫你規劃 一個適度的 一個好的 儲藏的空間的話 或許床頭櫃 或者是上鮮櫃 真的不需要 其實我們這種類型的櫃子 有一部分是做成隱藏櫃 就是它可能放在某個沙發 或某個家具的旁邊 可是它不想要被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收納櫃體 所以它上方還是會放一些 它自己的收藏品 或是其他物品 然後呢 這個櫃體呢 門板並不會突出 它是用吸盤的方式 吸起來的 所以可以隱藏起來 就是它有一個 小的收納櫃在裡面 我們要用吸盤才可以拿起來 對對對 就是如果假設這個業主 它並不想要讓人家知道 那裡有櫃子 那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是看使用的目的 那裡面就不能夠放常態性的東西 比方說放零食啊 對 我們想要吃零食 可能放珠寶之類的 喔 放珠寶 好險箱是不是 好險箱 對 OK 很棒喔 不錯 我們的燕有提到再來就是 室內使用內縮投射燈 感覺室內會太好 欸 現在的主流耶 就是那個投射燈有沒有 現在都是那種類似小短的那種銅燈 因為那樣子的做法 其實眼睛比較不會 以前那個燈都是 一進門就會覺得燈光刺眼 那現在有桶燈這樣一桶一桶 然後就會眼睛比較舒服 不過有缺點 這個問題其實 要來上 吳哥的這個節目之前 我也問我老婆說 欸 我們家裝修了這個兩年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 讓你覺得最不舒服啊 或你覺得最後悔 他就跟我說我們家的燈 所以讓我重新來審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家嘛 就像吳哥講 我們就是裝的主流 比如說砍燈啊 你用MR16啊 用了之後還要內縮光源 有沒有 我們還要選角度啊 那種30度啊 腳還是60度腳這樣子 打出來的空間才有氣氛嘛 在學室內設計的時候 的燈光設計老師也說 客廳跟餐廳的比例要1比3 1比3 客廳暗一點 餐廳亮一點 所以我們的客廳不是太亮 那後來呢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啊 一兩歲的時候都在客廳 我們沒有故意不做茶几 讓他客廳的活動空間大 他就說我家的客廳好暗 一直組在一個被唸的狀態 那後來解決的方案 我是把瓦數加強 因為內縮嘛 躲在裡面嘛 光照不下來 那再來就是把光源換成擴散板 擴散板之後就會把光的角度 變成是140度角 那擴散之後就可以讓你的光源的照度 是比較均勻的 擴散板 也比較柔 貴不貴 不會不會 就是這個就是可以跟燈卷常常講 就換光源就好 我可以問一件事嗎 你這樣子做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又回覆到以前 我們眼睛會有一點刺的感覺 不會 他是讓空間的地平 因為其實大家會覺得暗是 會一搓一搓嘛 這區好亮喔 就是這個被SPA light打到 主要是照射角度 對 均勻之後就會讓下面的光的瘦的 地面就覺得比較均勻 不會覺得暗 那其實過去我們有幾個案子 就我老婆說之外 還有其他的 有小孩的媽媽都說 我們上一次裝潢就這樣 拜託千萬不要再做這個 所以 有很多後來都 跟我們說他想要裝 Panasonic的西頂燈就好 對 當然就是這個取捨啦 取捨 因為我們想要把空間營造是 氛圍感 比較好 那媽媽要的是 小朋友有 足夠的亮度的娛樂空間 或者說可以學習啊 看故事書的空間這樣 你講的這個事情 我之前也講過 我在我們的客廳燈光其實不夠 我太太之前也是反應 都是太太反應 你剛剛講一個很有意思 客廳1 餐廳3 所以餐廳要比較亮 對 1比3的燈光 因為客廳就等於你一天嘛 比如說我們都在擺光 6000K的這個工作環境 回去的時候是要放鬆 比如說你在客廳聽音樂 或者說滑一下手機啊 是要讓你回到家有一個儀式 就是讓自己的心情放鬆下來 那餐廳的躁度是3 就是它會是一個聚會的場所 那可能你會在餐桌上 也會有一些工作 筆電啊 視訊會議啊 或是跟家裡的小朋友畫畫勞作 所以它的躁度會是比較亮一點的 所以其實我看了很多案子 尤其是高端的設計師 幫一般屋主做規劃 其實客廳是略案 那個攝影師拍起來很漂亮 對對對 不過這個我可以接受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問一下兩位設計師 會不會是以前室內坪數三房兩廳為主嗎 室內隨便都實際坪數都30坪 35坪40坪 所以你把客廳比較暗一點舒服 回到家裡面放鬆 餐廳是聚會的場域 所以亮一點 那現在室內十幾坪 還有什麼客廳餐廳嗎 客餐廳也都黏在一起 加起來實際坪 那以前的空間大跟現在空間大小 會不會我們以前那個1比3的模式 會不會被打破啊 1比3的配比 我們那時候學的時候是這樣 那實際到現在其實像空間這麼小啊 就會覺得是可以加入智能這件事情 你可以去控這一區 比如說六顆燈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它的光的強弱 或色溫也可以去調整 所以這件事情變得沒有那麼的自視或局限 對齁 現在的燈 現場的朋友 現在的燈其實用遙控器 或者甚至有手機 它可以調甚至漸層 噔噔噔噔噔噔 越來越亮 Siri的那個HomePod講話 說光在調亮多少 它就幫你調 這些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我覺得這個未來應該是 我看五年內是主流的 就是應該不會有那種 開起來全亮 關起來就全部不見 我覺得這太難適應每個人 譬如說三代同堂的 阿公阿嬤就是要亮一點 那可能男女主人是 光感比較能適應 他们就希望可以按可以 但又有小朋友的出现的时候 妈妈又会希望你把光可以弄到亮一点 像这样子的灯用这种 我们摇控器用手机去调亮跟按 它可以渐进式的亮 渐进式的按 现在装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其实不会 很便宜哦 举例来说我家是整个餐厅跟客厅空间 全部都是用线形灯 没有砍灯全部都是线形灯 那我当初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选择的是可调光式的 线形灯也可调 对它可以从2700到6000K的摄温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明暗 所以我就是如果小朋友他们要写作业 我就会调亮一点 然后调白一点 然后如果是我们就是可能只是玩游戏啊 然后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吃饭 就不一定要调得这么亮这么白 它打出来的光很柔和 而且因为它的流明度够高 所以你其实不会觉得说你晚上是暗的 我在今年的4月吧 因为那时候灯泡也坏掉了 我自己现在自己去换灯泡 然后去灯那个灯具店去跟他买 结果老板说你可不可以让我30分钟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可以调光光源的这个灯 这是一个高科技 其实外面现在都有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大堆 讲半个小时 然后接下来跟我讲说如果你的客厅要全部都更换这个可调式的 甚至颜色颜色喔七彩还可以变换 对RGB嘛 可以变化都可以 我想说会不会很贵 就他跟我报一个很便宜 我说真的这么便宜 我说你去帮我换吗 他说连工帮你做到好 我记得没有几万块钱 现在真的灯好像已经很普及了 而且很稳定价格也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高的 灯光的困扰 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说现在已经都已经 几乎找设计师在规划 好像没有设计师不做这个了 会用这个吧 很多案子几乎每个都做 而且我都是用这类型的灯来做补光 因为有的时候你装砍灯他可能色温会太慌 然后我可能就会加一条线形灯去补他的色温 让他有一点偏向自然光 而不是全部都是黄光 我补充一下 我们现在的朋友有时候 刚刚因为我们设计师比较专业提到 有的用4000K 3000K 甚至有的2500K之类的 那个K数越高代表他灯会越白 我们3000K就比较传统那种黄黄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外面的主流应该都是4500K 4000K到4500K他们叫做太阳光 就是比较自然太阳光 其实那种3000的那种黄色 现在都改成4000那种太阳光的感觉 比较自然 也比较像户外阳光照件的那种颜色嘛 对不对 长知识 接下来我看Kristin有提到一个后悔三件事里面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会是后悔三件事 你讲到拉门 拉门的隔音不好 没有办法隔绝蚊虫跟废弃 没错 你应该讲的是透天才会遇到这个问题吧 基本上如果只是隔音的话 其实任何的暗场都会发生 就算是一般的大楼也都会 但是如果是透气这一点的话 因为我之前有个暗场是透天 那它是地下室有做拉门 然后因为它的拉门一定要缝 它不能直接贴起墙面 它滑的时候会产生摩擦力 所以我们一定会留缝 然后因为留缝的关系 所以它汽车的废弃会直接窜上去 从那个缝 对对对会窜上去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刚好 他们的车库外面有一条水沟 因为他们是社区的第一户 所以刚好接在他们前面 所以他们那边很多蚊虫 那种水沟蚊子 然后就会顺着那个缝直接飞上去 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大楼 问题就会少很多吧 因为第一个不会有蚊虫嘛 但是隔音的确也是问题 也是问题对 所以其实解决方式有两个 一个就是装比较厚的毛刷条 其实味道其实没有办法完全隔绝 因为它只是毛刷而已 但是它可以隔绝蚊虫比较多 蚊虫味道声音或多或少啦 因为毛刷条很明密的毛刷条嘛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蚊虫是一定不会进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做定制式的拉门 它现在是有那种有门斗 然后那个门斗是可以做交错型的 就是它的门片做一个小小的 我们的术语就是一个盾 就是我们可以做交错式 假设这是门斗 然后门斗突出来的地方呢 我们的门片做一个突的条子 然后呢 这样子跟它做一个密合 衔接这样子 它在开关的时候呢 它的蚊虫不会从这个地方进来 了解 那相对的它比较密的情况下 也比较可以隔音 但是其实隔音的部分呢 要在它的门板里面再加隔音彩 遮音垫 门板还要再加哦 对对对 因为那个单单一般的门板 它的隔音效果是有限 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对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遇到的问题 暗场上的问题 成本就会增加 会增加 不会太多吧 其实不会 因为你一片门也差不多2米1嘛 跟90公分宽 那你就是只有做那个门片的大小 里面就是塞遮音毯 隔音条应该也不会太贵 应该是很便宜的东西 很便宜非常便宜 你说整面用那个遮音毯 里面加那个遮音毯是不是 遮音毯对 或是下铁板也可以 是进口的是不是 进口的 那你下铁板会不会就贵了一些些 其实两个价差其实差不多 主要是因为遮音毯呢 它的材料比较不一样 因为像铁板呢 它是高密度的嘛 它就是一样可以挡声波 可是遮音毯 因为它还有不知不 所以它可以吸声音 它可以稍微吸音 所以呢 它除了就是另外一个面式橡胶 它可以遮音以外 它又可以稍微吸音 所以它可以挡掉很多的声波 那这样才遮音毯比铁板好啊 对 不然铁板会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你出门口不小心踢到 叫踢到铁板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是我之前做一个 医院的案子 我是做一个医院的其中一个部门 然后呢 他们就是医生有跟我提到说 因为他们患者要有一些 患者在问诊的隐私 所以在隔音上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对 所以在它的墙面 我已经做了很完善的隔音墙以外 我连门片就是用这个做法下去做 他们还在最后点椒的时候 有做一个测试 就是在里面讲话 外面会不会听到 是不会的 对 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 医院会播放那个背景音乐 所以在有背景音乐的情况下 再加上隔音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根本听不到患者 他们交谈的内容 家里不需要用这种背景音乐吧 因为有什么秘密不让 你的另外一半知道 家里是比较少 住家比较少 是比较怕味道跟蚊子 好 有解决方案就是 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后悔 但是我们设计师两位也都提供了解决方案 不错 我想这一局应该很多人会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做了不是那么好的使用方式 可是又提供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可以有效解决 而且成本又满低的 Yen的部分有特别提到一个 这个隐藏门 我怕讲出来会被人家骂 因为现在哪一个案子没有隐藏门 最后悔的隐藏门 为什么隐藏门会是最后悔的 这一题其实也是我老婆跟我分享的 你老婆到时候被骂得要是随医师 现在每个案子几乎都有隐藏门 实际有使用的经验 那其实也是反馈到我们家的女儿身上 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大概 我们搬新家的时候 她大概刚出生 用了这两三年 她大概三岁的时候会开始自己开门 然后因为隐藏门 我们现在都装的是比较好的回归铰链 不管什么牌子 日本、英国这些都可以用 那只是说她在推的时候要有个推力 那小朋友在推力上可能不好推 那她可能会被门弹回来 那甚至可能会不小心夹到 这是在推的时候进去的时候 那她如果从房间要出来的时候 光拉这个力量她也不好拉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老婆回客给我的 那相信我五哥讲的没错 现在哪一个设计师不坐隐藏门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考量在 就是说你家里的成员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你是两夫妻 或是说都是夫妻跟父母亲住的 但如果有小孩也没关系 但至少国小、国中 我觉得是OK 但我觉得在学龄前的 他们正在走路啊 或是说开始在学会这些知觉的时候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会有点困扰 所以后来我们就都把它打开 让他不会有这个 比如说去安全上的顾虑 或者说要在门上去夹那个 防夹的 对 我可以问一下吗 像那个五金角链 因为我的确我遇过 那个隐藏门它做的很密 有可能有类似像真空状态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拉的时候真的是 第一瞬间拉的那一秒钟是真的很紧 一旦拉开了就比较好拉 五金角链我们可不可以去做调整 不要调那么紧 这种比较好的五金角链 原则上它都可以调整 调整它关门的速度 然后还有调整那个门缝 缓冲的力量 想要那个我推的那个 门缝就要看木工 比如说你的整堂门的精细度 尤其是门下流的缝 其实最主要是靠门下流的缝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好问题 你做的稍大一点 业主跟你说我的声音都传递出去 那你门缝做小一点就像五金角链 就会有点累真空状态 我们也遇过后来去调整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很精细 大家都想要做的很精细 只剩下一两米三米这样子 对那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那业主要求声音高一点 下面还要给你加一个断音条的 又更麻烦 对就是断音条就是当门关上的时候 它会下降 有那种东西吗 断音条 你关上去它自动就会下降 对因为它靠在门边去碰撞门框的时候 它就下降 这个东西装应该也没有 装的时候比较麻烦 然后应该费用是很便宜的 大概一两千块都有 所以现在科技进步 五金也 可是这个东西对小孩子是比较麻烦一点 那当然美观上一定是增加 对对对 而且整体啊更有设计感 这是我相信是每个设计师跟业主建议的时候的一个诉求 那当然我们有小朋友在使用上确实有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在每个隐藏门的那个边上都加装了防撞 不然就把它打开 那它现在已经大一点了 四岁了 所以它现在有这个推力可以去推 训练一下 对对 三岁的小朋友 两岁小朋友 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 你的隐藏门 你建议就是都打开 或者是都加装 我现在有那种PP来PU的那个可以有点像磁铁的那种形状 要去把它夹在门上这样 对 这个也算是过渡时期的 因为小孩子两三年嘛 对对对 大概到五岁六岁应该力道就够了 我觉得不错 你这个分享很好 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在装修有时候 第一间房子有时候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小孩子有可能也才没有多大 对啊很多人像你这个年纪在买房子 所以他们遇到一样的问题 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也是不是要先跟设施说明说 我家有一个两岁小朋友 然后隐藏门做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加装一个什么东西 为了安全也好 或为了小朋友比较便利 小朋友去推门 可能要先跟设施先沟通嘛对不对 如果有屋主像你们这样子先讲 你们就会先帮他去做这个东西 不过大部分都是坐在仓库啦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时常打开的地方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除非他是一个很常态的空间 就会有刚才那个问题 厕所对厕所 连主卧他们都做隐藏门 像不做隐藏门不是设计师 不过这个也是现在的市场主流啦 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个 我最近也有一个我们设计完的业主跟我们分享 原本我们这一场也帮他设计隐藏门 上一个设计师也帮他规划隐藏门 但他后来觉得隐藏门啊就是保用性 保用性就是说比如说用了三四年之后 他觉得好像没有那种 有巴索的 对传统的门来的好用 他之前另外一个房子是那个建商附的 是Panasonic日本的原装的门 他就觉得说用了三四年之后 他觉得日本的那个门感觉好像比较保值 五金啊顺滑度啊 然后开关他觉得都还蛮滑顺的 所以他这一次我们也没帮他还是规划隐藏门 他就说那可不可以另外一个报价让他评估一下 所以有些人不一定真的喜欢隐藏门 其实我觉得隐藏门要装的用意 我觉得用意是为了修饰像厕所 或是有些空间整体感 你一个把手的感觉就不好看 但是我觉得做到隐藏门做到后来 连我们的主卧室里面的预测他都是用隐藏门 我觉得未必有必要 因为隐藏门的用意就是为了修饰 让朋友来或怎么样来看起来比较美观 整体性 如果自己比较私密的地方 一般来讲我想主卧的预测也很少客人去上 像我个人我是觉得把手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 可能习惯了或者是老派 而且现在把手很多很漂亮 一部分是因为风水 因为业主认为那个是有晦气的地方 厕所有晦气 所以做一个隐藏门是为了阻隔他的晦气 我了解 对 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要做隐藏门也不是不好 做隐藏门是不是那个门片 可以的话不要用天然的木皮 两位觉得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天然的木皮 久的话你的手 虽然他表面上漆 尤其有些人为了比较健康 有些人为了健康他上的漆是很薄的 不是那种很厚的压克力漆之类的 他上自然的涂装的漆 三五年后 那个你推门那些 那个都是黑黑的 但是我可以给一个建议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隐藏门是 我特意请我们的铁工 就是帮我烧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铁的凹槽 然后我把那个铁的凹槽呢 就是砍进去门的侧边 因为我们的门厚度大概是3.5公分到4公分 所以我把那个铁凹槽就是砍进去之后呢 你只要按压弹开 你就拨一下 就可以从这边施力了 会比较好施力 你是说有点像拍拍手这样按一下 它会弹起来 弹开 然后呢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到凹槽 就可以把它拨开了 这个长期这样 因为那个门是常开常关 会不会容易坏我怕 其实还好 因为它本来就是门的五金 这边也在补充一下 我刚刚问到很细 因为确实有些客人很有洁癖 或者说他很爱干净 比如说他用了三四年 他还是想要跟钢装潢的一样 所以之前有个客人他也是这样 他说我要做你长门 但是你要想办法帮我做一只把手 然后就变成我们 便做了一个钛金的四条 然后大概只有0.9公分 把手跟它是一贯的 然后它是直的 它是垂直突出来的 你视觉看的时候它就是一条 然后把手是可以拿的 也是铁工定制的 然后就镀成那个玫瑰金的色这样子 让它稍微有点修饰感 听你讲起来好像蛮好看的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喜欢玫瑰金的感觉 玫瑰金有一段时间了 你这样讲就好像我已经退流星了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吗 就是讲到这个把手问题 因为就是要做隐藏门 就是不想要看到把手 所以我们有一个案子是 我一样就是请铁工帮我做一个小铁片 然后我也是塞在门片的边边 塞进去之后把贴皮贴起来 然后我正面是用强力磁铁去开门 就是我的强力磁铁就是把手 会不会松脱啊 它力量真的够强 所以呢它是一个长方形的铁块 所以你就这样吸上去 就可以拿起来 我们买的那个就是强力磁铁很可爱 它上面有一个小的环锁在上面 因为它要让你方便使用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环 就是这样子拉着那个环 直接这样吸 其实它讲的那个磁铁都已经固定在那边了 平常没有时候会拿下来 它就是一个另外的门吧 就有点像是一个钥匙的概念 你就是要用的时候 你才拿你的磁铁去吸吗 然后那个磁铁然后去吸的 然后就可以拉起来 它就是磁铁 对 你就只是把它 你稍微压着门 然后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这个小锁好像有现成 我已经有卖这个 我们是自己做的 你松脱之后它就自己lock起来 比如说你要藏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推荐 业主扶放这个 最后我想我们Christin有提到 拉抽式的衣柜 如果产生真空的状态就很难拉 因为某个空间有受到限制 可是因为业主有希望 就是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 可以放置一张单人床 跟衣柜还有书桌 可是完全放不下 它其实一张单人床就差不多满了 没有办法再放置衣柜加书桌 所以最后我们做上下铺的方式去试坐 然后我们当时是把衣柜 是等于是用重叠的方式 叠柜的方式往前叠 然后再去衔接我们的书桌 然后我们就是用抽拉式的方式去试工 可是我们当初为了美观 所以把底下的内柜做了一个踢脚板 对把它封起来 所以它的空气没有办法对流 没有办法进出的情况下 变成真空状态 有点真空状态就拉不太动了 对所以我们只好在侧边的筒身 再开孔装透气板 装了透气板 你的五金搞不好要改 不用不用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它是衣柜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 加上因为衣服会越叠越多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上方有做一个滑柜 可是下方我们有用重型的滑轮去辅助 可是也因为真空状态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未来如果有其他设计师 要做这类型的衣柜 千万不要做踢脚板 就是直接底下让它镂空就可以了 因为反正是在内柜其实也看不到 因为一旦产生真空就不好拉了 不好拉对没错 好很棒 我觉得这个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两位设计师把他们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说各位我们线上的朋友 要五哥来推荐这两位设计师 也欢迎你发讯息给我 但是我要特别提的就是 把几个简单五哥希望你要的资讯 你把它填上去 因为这两位设计师他们有的 在台北他们高雄不接台中不接 因为台中有接 最后要跟大家说Ending了 我想应该我们开场也知道要做什么动作 装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